想不到还真的是一鸣惊人呢 接着我们来看看林书豪NBA的传奇崛起 他已经进到的鸣屋要准备要去绑脚的时候 他已经被放外面说你是哪一位啊 他今天想说是不是水球 怎么可以进到这个鸣屋里面来去绑脚 说对不起 我是球员 进不去NBA 他说我还是想再多打几年 那有可能是打低利 那那个薪水就会很低 所以我们就说 那如果说你想再多打几年 可以 没问题 但是不要打太多 我养不起你 这么就说 所以你再打个两年 我们在NBA在最终的一段时间 我们在最终的一段时间的故事 你什么想到下路上 你能够在NBA的长期的一位 能够在NBA的长期的一位 你现在是很忠实 工作很努力 而是一位军事很困难 而你不总是要比较多的 但是我认为要跟着 工作很努力就好了 最后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是很困难 我只是疲借 在这一位 以他的条件阵容来看 他是非常强的一个球队 那只是在D&Tony系统里面 最需要的这个拼图 他没有人 本来大家都在纽约的所有的 Radio station的talk show 都在讲D&Tony是明星赛前被fire 是明星赛后被fire 这是大家讨论的话题 在2月4号主场队上篮网之前 尼克队打了10场的比赛 输了8场 战绩是联盟排名倒数前10名的吊车尾 总教练的饭碗岌岌岌可危了 林书豪自己也要担心 过了这场比赛 下一场他还会穿上尼克队的球衣吗 就是大家也在想 就说Baron Davis回来以后 林书豪就走 我也是其中评判者之一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到这个时刻 其实在全部的联盟里面 是没有一个球队 给他一个真实的机会 来展现他的能力 当时尼克是处于一个 等于是战绩一直往下走的 走到已经快要当到谷底 准备打包走人 大难临头各自飞 受伤的受伤请假的请假 这残缺不全的烂阵容 总教练死马当活马医 杰弥林 该你上吧 第一节还剩下三分半 林书豪上场 这会是他在麦迪逊黄场 花园最后一次亮相吗 别想那么多 至少不是消化比赛后段 胜负已定的垃圾时间 这一回这么早上 林书豪他小心翼翼地 处理每一个球 上半场结束了 尼克队竟然只落后两分 林书豪拿下了六分 送出了四次的阻攻 表现非常正直 教练丹东尼隐约地察觉到 阶级绸队似乎因为林书豪 有些不一样的 下半场 他决定再试试这场 林书豪在第二次的阻挡 我只是在高速的阻挡 压力 运动到桌子 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再做三次的阻挡 他被打了 他说他把阻挡到一场阻挡 杰弥林 把阻挡了 级绸阻挡 5-15 and the Knicks take the lead 真的是打开了 林书豪远头近切 得心应手 南网队年薪千万的顶先后卫 Darren Williams 对林书豪几乎束手而策 林书豪最后拿下了25分 五个篮板 七次的助攻 迹经全场 更重要的是 尼克开始赢球 A magical night for Jeremy Lin is the hero from Harvard as the Knicks get a much needed victory on the game of his life and he is scored by his ecstatic teammates and a jubilant crowd here at Madison Square Garden 我一直认为说 这场比赛打完以后 他已经突破自己 其实场上的球员 其实信心 跟你的脑袋的想法 是造成你在场上表现 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 你今天看Jeremy Lin 的这个状况 他的信心来了 他知道他可以 搭配着他已经 长久训练自己的技巧 他的表现是 无可厚非的 Jeremy career highs across the board New York in Madison Square Garden chanting your name Put this in perspective for us Where does this game rank in your basketball career 他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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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NBA 将近两年 林淑豪第一次 在赛后接受场面 敬者的采访 他是这场比赛的NVP 但有谁能够想像得到 这个神奇小子 前一天晚上 他找不到地方落脚 还睡在队友的沙发上呢 刚刚为什么感情沙发 其实背后有一段 可歌可泣的故事 因为林淑豪 他是没有 并不是保障合约 所以他不可能去为了 他并不是确定的 他随时可能被解约去 他不会在纽约 租金这么贵的地方 去租一个 所谓一个月的房子 房价这么高的地方 租一个房子 在森林淑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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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昙花一现 偶有佳作 还是回光返照呢 总之 只靠一场比赛 大爆发 是无法说服大家相信 这个东方小子 的确有两把刷子 两天之后 迎战绝世 林淑豪 你还行吗 这一天对林淑豪来说 太值得纪念了 这是他生涯首次先发 首感发烈的林淑豪 拿下了全场最高28分 传出了8次的助攻 在NBA史上 第一次上场先发 只能够有如此表现的 有人想到了 那是1981年 迪特律活赛队的 埃什亚·托马斯 当年他拿下31分 11次的助攻 后来托马斯 成了NBA名人堂的一员 那么林淑豪呢 Jeramy 今天28分比赛 你多有趣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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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9号尼克造访华盛顿迎战巫师 课场比赛 林书豪起码能够和球队一块睡旅馆 不用窝在沙发上了 而吊诡的是 明明是在课场 但是只要林书豪一投进球 现场的欢呼声比主场球队还要大 是球迷疯了 还是林书豪疯了呢 都说同时 其实不同命 巫师队的主力控球后卫 John Wall正是林书豪加入NBA那年的选秀状元 两人之后的际遇天塌地 过早就已经成了球队的一哥 年薪百万 而林书豪大气完整 这个选秀气象 两年之后定是把当年的状元给比下去 以林书豪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 他的首要任务不是把John Wall比下去 他一定是如何让纽约尼克对赢球 OK 这是一个team player 可能会有的想法 跟John Wall可能不一样 John Wall 我不能让你说 在我的主场 占了我的上风 如果这种心态一对战起来的话 球队谁可以赢谁可以输 是可想而知的 I didn't know he could dunk I was trying to think when he's going in for a night I would know Jeremy Just lay the ball up and all of a sudden he dunks it and I probably was just as excited as the crowd was Everybody across the board just the way they play NoVAC coming in Back to back 19 point games Limited minutes Obviously Tyson, Landry, Sean I mean it's just The whole team's playing With so much chemistry right now Tomorrow night You go to New York and you deal with the Lynn Sanity Have you been following that story at all? What? Jeremy Lynn Are you following that story at all? No, I have no idea I know who he is but I don't really know what's going on too much Are you surprised that the production that Lynn's had over the past week? I don't even know what he's done I don't even know what he's done I have no idea what you guys are talking about I'll take a look at the time though NoVAC 17 Jeremy Lynn W仁和Kobe 果然都做了功课 他们抓出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后卫 弱点就是外线跳投 所以 手林书豪很简单 放投不放歇 结果 German Slim shot Nox it down Nox it down Nox it down N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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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胡仁队对他比赛的时候 是 他们很简单的做了一个改变 就是你来接受掩護的时候 林书豪的球员会go under 那可是林舒豪一开始连投进三球 胡人队他们本来这个战术 是让林舒豪变得没有信心 去干扰他的攻击节奏 可是呢他连投进三球以后 变成胡人队没有信心 他们的防守节奏被干扰 场边的球评开起了玩笑 林舒豪上半场就拿了18分 他在Kobe的面前 毫不客气地上演了个人秀 林舒豪优异的表现 连Maggie Johnson都赞不绝口 他玩得像Steve Nash和John Stockton 他来到选择 不是来打过你 他来到选择 让你停止 因为他停止 他有一个很棒的停止动动 他一直 Samsung的标签 他经常就择地描打到标isters 才是因为他连投赛 你回应,他会接下来 就用此激动作 这个男人是真实的 Michael 真实的 下半场比赛 林书豪打得更出色了 他全场攻下了38分 帮助球队以92比85击败的胡人 经过了这场比赛 Kobe应该认识了林书豪了吧 Kobe,可不可以给英国一些推荐 为你的未来吗 我不能给他认识 他已经有40点 他就好了 好 当然喜欢林书豪的人 明天又要早起了 因为尼克队明天早上台湾时间 又要出战篮网队的New Jersey Nets 大家还记得吗 其实林书豪的成名之作 就是出战篮网队 那场比赛林书豪是替补出赛的 但是他攻下了25分 甚至还有7次的助攻 成绩是比篮网队的明星后卫Williams 还要好呢 也因此从那场比赛开始 尼克队也打出了七连胜 但林书豪也从此零来风一战成名 但我们稍后会有更多